朝鲜和韩国的军事力量谁更强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是朝鲜 毕竟朝鲜在韩国面前从来就没有服软过 而韩国总是依赖美国来威慑朝鲜 但事实可能会让你大敌眼镜 朝鲜虽然有超过100万的部队 而韩国只有55万 但在技术装备上双方存在巨大差距 例如韩国军队总计有4850辆坦克和装甲车 10774门火炮和7032枚各型导弹 坦克以K1和K2型号为主 技术水平接近于美军M1A1坦克 属于第三代主战坦克 而朝鲜虽然有8000辆坦克和装甲车辆 但绝大部分是二代甚至一代坦克 接近于第72性能的坦克仅有300余辆 而更大的差距体现在海空军领域 朝鲜空军拥有1600到1700架各式飞机 但其中的第三代战斗机仅有约35架米格29 第一代米格21战斗机和伊尔28轰炸机 分别是朝鲜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主力 而韩国空军虽然只有700架飞机 但三代机数量超过200架 更有40架的35隐身战斗机 可以说如果发生交战 制空权落入韩国手中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海军 朝鲜人民军海军基本没有多少力量 以巡王艇和70艘小型与微型潜艇为主力 而韩国海军则拥有一百七十多艘军舰 包括12艘驱逐舰 12艘潜艇和32艘护卫舰 双方不在一个数量级 总体来说 按照全球火力网站对朝韩军力设置的排名 韩国长期位于世界的7到8米 而朝鲜则从没有进入过前15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 既然朝鲜的军力不如韩国 那么为何首尔方面一直如此畏惧朝鲜呢 长期以来朝鲜都保持先军政策 强调要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 以保护自身安全 但考虑到朝鲜的直接军事假想敌是美国 而朝鲜的GDP远远不到美国的1% 这注定朝鲜很难通过常规方式和美国抗衡 在这种总体背景下 朝鲜发展出了非常独特的军事思想 那就是不求能彻底击败对手 但求能让对手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 因为敌我力量差距非常悬殊 朝鲜的目标就是给对方造成巨大的伤害 只要这个伤害是对方无法承受的 那么不管对方的实力有多强 对手都不敢和自己发动战争 在面对韩国的时候 朝鲜的常规力量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韩国的首都首尔距离三八线 仅有40公里 而韩国绝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产业 都在首尔附近 这意味着朝鲜的远程炮兵 都能让韩国的核心区变成火海 更不要说朝鲜导弹部队和空军了 长期以来 经常有人指责朝鲜拥有大量过时的火炮 指出这些火炮在战时生存性能很差 这话虽然是事实 但问题是朝鲜只求拥有在瞬间摧毁首尔的能力 这些火炮能过短时间开火就是胜利 正是因为朝鲜具备让韩国瞬间大出血的能力 韩国军队在总体上的军事优势 实际上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他们仍然无法承受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代价 至于朝鲜是如何对付美国的 那就要提到朝鲜的另一个优势了 朝鲜的GDP远远不到美国的1% 但却敢于正面和美国叫板 关键就是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 美国距离朝鲜有上万公里 朝鲜的常规力量很难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基于这一点 朝鲜很早地就看出了核武器和导弹的重要性 朝鲜有限的军费 相当数量被用于核力量和导弹力量的研发 这使得朝鲜的军事科技虽然总体上较为落后 但却又有着世界一流的导弹力量和核技术 去年9月 朝鲜立法宣布自己成为雍和国家 这虽然有警示美含的疑问 但或许也不全是虚张声势 朝鲜的核技术已被外界广泛认可 而具体拥有多少枚核弹是无法估计的 与此同时 在朝鲜的导弹军火库中 火星15这类弹道导弹已经拥有超过一万千米的射程 理论上足够打击美国本土 在去年11月份的试射中 朝鲜试射的弹道导弹飞行高度 最高达到了大约4475公里的高度 随后向下飞行了950公里 如果按照正常弹道飞行 那枚导弹的射程估计会达到一万三千千米 足以覆盖美国本土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敢于冒着本土遭受核打击的风险 去和朝鲜开战 所以 美国正是图通过威慑和制裁的方式 迫使朝鲜主动地放弃合力力量 而不敢直接诉诸于军事行动 但朝鲜也不傻 朝方的诉求恐怕是要求美国先解除制裁 然后再来谈无核化的问题 如果美方不做出足够大的让步 朝鲜是不会先让步的 有 call 除朝鲜 都不能整理 感谢观看